如果说房哥比方说房哥跟我打 他戳得很快 我从中间 我往这边侧的时候 我如果横着侧 很快 因为戳得很快 我来不及的话 我只能拉到斜线 不是不是只能拉到直线 对对吧 我只能拉到这个直线 如果说他戳得很慢 那我就能全侧开 全侧开的话 我的80%肯定是选择 第一选择是斜线 为什么是斜线呢 因为我拉完以后 房哥他防 反应池他防 防我这个直线的时候 那个角度他拐不出去 我还能扑 上部扑一下 大家能明白吗 如果说我侧身拉 我拉个很没有质量的 我拉到他正手位 你像你们防 房哥这个 如果防大脚 防在我那个 对 正手位大脚 你像我得扑几步 才能扑到这个构造球 大家看 很难构造球 大家看 现在我 现在我就是你们 你们把我假设成你们 你们把手一放 就是你拉一个 就是把手一放 你的这个手往这一放 他只要碰到球了 他就是一个往外跑的球 所以说没有质量的时候 一定不要往正手拉慢的 因为对方反过去 你就上不去了 专业的也是 所以说气量 第一把 你看我为什么选择 80%拉他一个斜线 拉完他斜线以后 他最多能防到我这个位置 对吧 那个反手位的直线 他这个过来 他是出不去的 对 我基本侧身拉完以后 我上步 我是很容易就能上去的 对 因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反手的这个角度出球 他是往你这边跑的 对 他说你就让你看防这 他也是往里面跑的 但这个球 这是往这 往你的体外跑 往这个方向去跑 对 往我那个方向跑 我怎么够 我肯定够 越跑越远 你会越够感觉越远 所以说一般有点水平 他会选择 防哥这时候就告诉你们 这个选择很重要 为什么 建议大家去拉 如果说没有质量的话 80%都是拉斜线 拉完斜线以后 对面防过来的球 我还能打 对 如果说 你拉到直线 比方说 我现在拉直线 拉很轻 你的对手防我大脚 我打不了了 我球没有下一板了 那我拉他干啥 对吧 对 所以说你看啊 刚才我给大家讲完 包括风哥给大家 总结了一下 你们是不是有了一个 新的这个 对这个平凡球 落点上的这个理解 是不是 这样你们是不是 就能提前的 判断出对方 大概下一板球在哪呢 那你们换位思考一下 当你们主动去 变线也好 弹击也好 去打去拉也好的时候 对方是下意识出手的时候 那是不是也是这个落点 对 你看啊 风哥你站中间 你站中间 你看啊 比如说我现在从斜线 我下意识帮给你一下 你防 你看 他下一板 他是不是还是斜线呢 对 90%以上吧 对 所以说你有意识的 你防一板直线 对 正常来讲的话 你说我都主动进攻 打你拉你了 你还有意识去控制吗 你能防到就不错了 所以说你看 我中心基本都是在 你看 那么我拉完这板球的时候 如果说比赛出现这种球 你看我主动一拉 那我下板什么 我肯定还在争手 提前拉好时候准备 对 我就不用考虑这边了 为什么呀 他下一出手的时候 他是没有时间去控制 他去控制落点的 所以说通过刚才给大家讲的 这板球 他下正常防的话 下一把手举起来 他肯定是外斜线 那么当你主动进攻的时候 他一定也是这个落点 所以说这个就提前 提前的去准备下一板 能抢到更早的点 让这个球的整个威胁变得更大 对 是不是一个道理呢 只是说通过防守的 刚才这一点 给大家打开了一个思路 在你们进攻相持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这么回事 对不对 你看你换回思考 你们也去想一想 平时打球的时候 其实你们平时打球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你们能 你们要真实去观察 真实去用心去观察 这些落点上的规律 你们会发现很多很多规律 而且很有意思 对 就是你看有人说跟下棋一眼 这就很有意思 就像 就像什么 就像是防额 就是给大家讲 就像批完长以后 在那防守 就像你们每个人 发完偷完长球以后 在那准备一样 对 有点水平 他偷完长球 对面下意识 只能给到你这个反守位 对吧 因为他很难给这个直线 对 所以说有的人发完长球 直接就等你这个三分之二 就是等你这个区域 就是很有意思 对吧 所以说就是 通过这些落点的规律 还有一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当实战当中 一定是什么 就是你看刚才风格讲这个 为什么发完长球 基本上都给到70%到80% 都给到斜线呢 你记住 因为你在对方 你在对面接的时候 你是突然之间 诶 长的 你基本上对方只要发的质量稍微高一点 你是没有时间去控制这个落点的 对 你会很着急的去出手 那你着急一定是下意识的落点 下意识落点 那就是基本上 你右手跟右手的话 你反手一起 它一定是斜线 这个就是落点的规律 所以说为什么你看 在比赛当中 很多时候偷完长 大家很多时候会选择侧身呢 因为只要你偷出一个很快的球 对方下意识一起 他没有质量 他不太敢去往你正手 基本上都是斜线 而且就算有的人啊 他反应过来了 他也不敢给正手 对 因为他不知道你撤不撤身 对 就感觉啥 我给他对面反手 他反手打过 我好像心里面踏实点 但没想到我给他反手的同时 他已经算好我 他侧身了 光姿冲我一半 对 这个可能 可能这个刚才最后讲这一点 对于叶玉球尔来讲 怎么说呢 对你们来讲 稍微有点难 因为你们平时很少有发安球 去测身抢攻的 但是你可以不去测身 但你可以提前去准备好你的反手 那么明白吧 就是我们要讲这些 是为了让你们能有个提前量 能知道这把球 乒乓球它是有这么多落点 它是全台的 但是你有了落点意识 你会观察 你知道这些规律了 可能这个球对你来讲 它只是一个半台 或者是半台中的半台 就是你就简单多了 对对吧 你在这一个点等着 去打这个球 跟你去准备这么多个点去打的话 那你的命中率跟注意力 以及你的质量 一定是不一样的